好 那麼名嘴朱學恆他在酒後強吻 臺北市議員鍾佩君被依強制猥褻罪起訴 一審是判決了一年兩個月徒刑 那麼今天呢高院二審要開庭 不過呢就在昨天 朱學恆是在自己的臉書上發文表示說 最深切的歉意深感悔悟 不免就引發外界猜疑了 是不是想要來爭取侵判呢 而鍾佩君則說 對方的居心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台北市議員鍾佩君指控朱學恆性騷擾 雙方告上法院朱學恆在法庭上不認罪 雙方和解破局 但二審開庭的前一天 他竟然在臉書發文道歉 文章中朱學恆表示自己對此深感悔悟 也公開對當事人致上最深切的歉意 不過鍾佩君卻認為對方完全沒有真心回憶 抱歉我不是商品 這件事情的重點也不是金錢 你要做的是認錯 那在我們不斷的強調 告訴他我的原則跟底線 沒有想到就換來他一句說 你以為現在在玩瑪利歐破關嗎 一關過完還有一關 鍾佩君說朱學恆想談和解 對比之前一審時辯稱 案發時他因為酒醉斷片 但法官認為他意識清楚 並非全無記憶 說辭不予采信 前後態度大相徑庭 甚至還在一審判決後 找上鍾佩君要他談和解開架碼 但他的和解要求其實很簡單 對一審判決書你的犯刑 一一道歉在直播裡面 把犯罪行為驅解成一種政治迫害 這種顛三倒四的說謊行為 你要跟這個聽眾還有觀眾說明 然後跟我還有被所有被波及的人道歉 專門局強調他不知道 為什麼朱學恆要發這篇文 跟他一點關係也沒有 雙方各談各的調 17號高院二審開庭 雙方再度叫風 記者 中文報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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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